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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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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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肉這樣子 對 然後它這裡也有掛包 比較像是重的 那我覺得它很棒的是它幾乎每一道 旁邊都有個小圖片 連飯都有小圖片 對 所以你一般 一般人想說那冰冰棒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不只喔 在英國我們通常很多間餐廳 它就是全部都是字 然後就全部都是英文 其實看的也是如沙沙 然後有的可能是像印度料理那種 如果它沒跟我們解釋的話 我們可能有些是 對 它有些特別的字 好 看一下我們點的海鮮煎餅炸雞 還有這個松阪豬包菜 然後這是什麼 這是海鮮版那個冰冰棒 喔 冰冰棒 你剛才說的冰冰棒 海鮮冰冰棒 你要對付出用 他們這個韓式炸雞呢 我們點的是原味的 很好吃 這應該可以說是 我來到英國吃到最好吃的蛋 它裡面的海鮮都很新鮮 你一吃就知道了 就是非常新鮮的東西 看看這是吃下來的價錢 好 那下一間我們要來吃的呢 是在Brickland 這附近的這間 這間英式早午餐店 它叫做 Savie Cafe & Kitchen 好多人喔 好鮮喔 我們來這裡剛好處於一個 剛好有味道 然後就不會覺得 怎麼都沒有人的那種情形 真的 對對對 有時候進去一間店 然後怎麼都沒有人 然後有點緊張 然後這間店 是我們隨機找的一間店 我們看看它的網站上 比較不錯 所以我們就來 我們看一下照片 然後吃的 看起來不錯 我們點的應該是 算是蠻 比較特別的東西 等一下來看一下 我們點的什麼東西 其實就是一樣 是早午餐店 嗯 就是早午餐店 對 然後 滿漂亮的一間 這個可頌啊 好好吃喔 它有弄熱 然後它裡面有 我不知道是什麼醬 是塔斯達醬嗎 有點像塔斯達醬 但是沒有到之前吃的那個蛋塔 那麼膩的感覺 這個好好吃 有溫溫嗎 對 趕快吃 這個我老公一定會超喜歡 塔斯達醬 好漂亮喔 你看這個兩位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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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點了一個 Sausage 然後還有點了 我這一點點的 Sausage 這個小肉餐 對 這照片上看起來 很搭配 是實際上的地方 就看起來 還適合女生來 然後我們還點了 這個小薯餅 它這早餐裡面 有這個Sausage 蠻好吃的我剛才吃 然後這個 哈魯米起司 然後還有這個菠菜 不錯 來英國 難得有地方吃菜 它有炒的 這個炒蛋 這個就是有這個炒蛋 然後有很多的酪梨 好那下一間的餐廳 我們來到這個 在Brick Lane 這個Bagel Bay 它是一個吃牛肉Bagel的地方 那這一間呢 它是每一天都有開門 然後24小時開門的 對 24 7的 所以也可以半夜來 所以應該很多人 就是去完夜店 去完酒吧之後 來吃這個 對 這可能是以前紅的原因之一吧 台灣的青州小菜的概念 牛排嗎 然後它這裡做Bagel之外 還有賣一些餅乾 蛋糕之類 它這裡就是一個Bagery 現在看到這個是 新的的價錢 像是牛肉Bagel呢 貴了一塊錢 一般的Bagel呢 貴了很便宜 4Bagel 1 Cheesecake 謝謝 Cheesecake就是這個 我姐說長得不好看 但是非常好吃 我們買了一個Cheesecake 然後一個有牛肉的 跟4個原味 沒有包東西的 然後牛肉的 它有問你要不要加酸黃瓜 然後我說不要 點這樣真的是8.8塊錢 還是好便宜喔 你看這個牛肉 這肉超厚的 這樣是5塊錢喔 5點多 嗯 然後在這個路邊啊 都會看到有人在吃 牛肉好鹹喔 難怪要配Bagel 嗯 好鹹好鹹 很鹹對不對 然後這一區就看到很多人 一群一群的人 然後拿著Bagel在旁邊 這樣子咬 咬咬咬 對不對 然後它還有Cream Cheese啊 Cream Cheese Bagel 可以選 它可以選的裡面包的料 然後它還可以 你要加Avocado啊 就加多少錢 你要加美乃滋啊 加多少錢這樣 我覺得不算是好吃 但是 也不難吃 特別 不然是特別吧 不超所值 而且它是老店 嗯 來到倫敦想要吃一個 有倫敦感覺 有英國感覺 然後又便宜 CP值高的東西 不錯 這個價錢 這個吃這樣子的味道 我覺得OK啦 而且它這種很厚耶 非常多 對啦 我想要補充一下 它的Bagel是好吃的 它的Bagel好吃啊 好吃 晚餐呢 我們在發電廠旁邊 這一條 周圍 它這裡有很多的餐廳 對啊 這一區好漂亮喔 然後我們今天要去吃一下 馬來西亞的料理 它叫Roti King 它這裡有各國的料理 像馬來西亞料理啊 日式啊 美式啊 還有酒吧 然後我們要吃的就是這家Roti King 馬來西亞料理 它那個插發在檳城就有耶 嗯 那個塗鴉牆 對 那個塗鴉牆在檳城也有 打沙耶 Yes Thank you 你看這個超酷啊 我們現在來吃的這些 它是馬來西亞的餐廳 然後有非常多 我們熟悉的 在馬來西亞可以看得到的食物 像我們就是點 喇沙 然後炸雞 然後這個叫什麼 鋼工廠空心菜 蝦醬空心菜啊 鋼工廠 然後還有這個 咖哩 對 咖哩 這個餅 然後還有這個 啤酒 還有我的Milo 咖哩 英國的下一間餐廳 我們來吃這一個 Brian Burger's 然後這也是一家連鎖餐廳 漢堡 是漢堡的 在英國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嗯 姐姐姐夫推的 對 它這邊呢 就是有一些前菜 像是薯條 各種的薯條 然後 然後雞翅板 也有這麼多種餐廳 然後漢堡 是在西基根 然後牛肉 雞肉 然後素食的也有 然後鹹牛肉 然後甜點 這邊就是有飲料 一路 果汁 酒味的 汽水 然後還有啤酒 還有小孩的美牛醬 這次Baren Burger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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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跟BEN點一樣 你的看起來好好吃 這是炸雞漢堡 還有這炸雞 芝士芝士 我這個也比較豐盛 也很豐盛耶 而且漢堡沒有小多少 它這個漢堡啊 這個還不錯耶 它這個牛肉 可以整個比較幾分鐘 它這個雙黃瓜 有點酸酸的還不錯 但是酸的很排味 我們下一間來英國 這邊吃一間 美國的連鎖店 Taco Bell 姐夫他們在這裡 也很喜歡吃Taco Bell 那妳有吃過嗎之前 有啊 在美國的10號 就像是Taco 類的 麥當勞 對 然後它這邊還跟麥當勞一樣 跟素食店一樣 它是有這種點餐 非常好的 就可以吃 它這裡就是有 Taco 有Combo的選擇 還有一些 可以斑點 這樣子 其他我有吃過Boritos 在美國的時候 可能味道不一樣 不確定 有兩個Taco 一個薯條 跟飲料 還有 新的Montri 對它這樣子 一個組合 6塊錢 就是在這邊吃 算是 相較划算 就是快餐類的 價錢 嗯 我覺得這個不錯 這個也不錯 在台灣要吃到Taco 是滿貴的 嗯 滿好吃的 妳那個呢 就是Taco Bell的味道 就是Taco Bell的味道 就是Taco Bell的味道 能不能找到剛好 你喜歡的 喜歡用吃的 然後合你的預算 嗯 看70磅跟700磅 都會很好吃的喔 700磅 啊啦 7磅的也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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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下一間 我們在輪合的餐廳 我們來吃這間 平價的牛排 Flat Iron 這間也是要等 所以 剛好有位置的 我們現在就進去吧 來到這裡呢 想要吃平價的牛排 Flat Iron 就對了 然後他吃完之後 聽說還會送的 冰淇淋什麼的 喔 那這一間呢 是在Coffern Garden 那除了在這邊之外呢 其他他也是有很多間 還有其他的飯店 這間賣的主要就是牛排 平價牛排 你看他這個刀超可愛 他的LOGO就是他這張刀 他的一般的牛排呢 是13塊錢 對 然後他還有幾個Side Dish 還有Sauce 這樣子 Side Dish有什麼 Side Dish也蠻多的 像是 像是馬鈴薯泥啊 馬鈴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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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有紅酒白酒 Cocktail Side Dish 馬鈴薯泥 好了 現在除了一般的牛排之外 我們還有這款 比較好一點的牛排 Mash and Spanish And we also have the Cilima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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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13塊錢 13塊錢 對 在英國 500多 500多啊 500多啊 OK OK 這兩個看起來就很棒 如何 好吃 而且他這個牛肉 牛肉也不會太軟 不會太硬 剛剛好 然後他的Side Dish也很好 他牛肉不是那種 會有很多筋的那種 用比較多筋的那種酷味的牛肉 然後這樣子的話 一份台幣六百塊錢 可以啦 我們現在吃完牛排 然後他就可以給我們這個 小刀子 小飛刀 很酷欸 可愛 就是他招牌一樣的 圖案 對 然後他這裡就是有一個 Ice Cream Bar 可以在這邊換 Ice Cream 然後很多人會把這個拿來做 就是釣飾啊 耳環 所以這是可以帶走的啊 可以啊 很焦糖 嗯 然後上面應該放巧克力感 對不對 然後那個Token要先問他說 你可不可以留 那像我們三個他就會說 你可以留一個 好 那最後一間要跟大家推薦的 就是這間Burgers & Lobby's 對 這間也是很好吃 他就是 他也是長掉了很多 以前我們來吃的時候 大概20英鎊 就可以吃到一隻Lobby's 對 那現在呢 大概要到30塊 或是35塊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進不去了 好 那我們這支英國的食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其實英國食物有很多都是很好吃 或者是 從各地的國家過來的 其實都是還蠻好吃的 只是他們沒有很Local的食物 在這裡 Local就是Fish & Chips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派 對 Walenton Beach 英國還是有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所以就是看你的預算多少 當然如果你的預算高一點的話 這邊其實也有很多 比如說米其林啊 或是更好的餐廳 對 可是其實一般來說 我說就是比如說小資來說 其實我覺得英國已經算可以吃到 各個國家 都還蠻道地的美食 很適合來旅行 如果你想花一點點小小 就是一點點錢 就 你預算的錢 不要花太多錢 然後又可以吃到好吃的話 我覺得其實還是有選擇的 只是沒有像台灣那種夜市啊 煮肉飯鵝仔煎那種 靈敏 超靈敏美食 好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